OdioJungle 英国天空新闻3月14日报道,作为对前双面间谍中毒案的回应措施之一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·特利斯梅宣布将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,要求其一周内离境。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,英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,就前双面间谍中毒案召开紧急会议,特雷沙梅表示,英国政府将起草法案,保护英国不受敌对国家活动的影响,她表示,政府将考虑新的法间谍法。 特雷沙还指出,政府将加强对入境俄罗斯人的检查,此外,还将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国有资产。 特雷沙梅曾于13日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,要求俄罗斯在24小时之内解释前特工中毒事件,否则将采取更为广泛的措施。 据悉,66岁的斯克里帕尔·斯巴斯克特与其33岁的女儿,4日在英国威尔克郡萨利斯伯里斯一超市附近场椅上出现不适,双双失去意识,之后,二人被送往医院抢救,但病情严重,很不乐观。 据悉,斯克里帕尔妇女接触了一种名为Nodehead的神经麻痹物质,英媒指出,这是莫斯科制造的一种武器级的神经剂,这起中毒事件引发了英俄两国的口水战,也引发了媒体对过去20年来英国发生的一系列死亡事件的猜测。 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,俄外交部副外长13日,已向英国驻俄大使发出声明,严重抗议英国指责俄卷入斯克里帕尔中毒一事,声明称,俄方与斯克里帕尔中毒一事无关,英国方面所作举动,具有公开挑衅的意味,声明强调,如果俄方没有获得有毒物质样本,则俄方将不会答复英国的最后通牒。